大家好,我是杰仔 我是蜘蛛 看你們看到婆婆在身勤工作的時候 我們又出來拍攝了 今天會因為我們收到一個求助 說有些事要說出來 關於612的 我們來到她的餐廳 我們來到她的餐廳 剛剛你聽到有些聲音 就是我們要訪問的人 她跟612之間有些瓜葛 昨天就在訊息裡聯絡到我 在Facebook 我們先去跟她問一下 你好 我收到你的求助 你好像跟612之間有些事 或者你介紹一下自己跟612有什麼關係 我跟她沒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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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員工 我跟她的確認識 因為她在較早前 就因為政治案件 尋求了她的資源 最初她們接收了 我覺得她們已經有幫助了 最后一个小女孩上第一堂的时候 之前有跟我们说,律师叫他们认责 律师叫他们认责 我说律师叫他们认责,我说律师安排了一个律师的认责 说第一堂是给他们认责 还有自己每人支付15万的律师傅 我听到就觉得莫名其妙地 为什么认责还要给15万呢? 而且是两个很小的小孩,他们不认责 我们作为他们其中一个在我工作 我们就会认责 不如我帮你找一个律师去认责 如果认责以我所知就应该不用给律师看 就算你找哪个代表,不需要代表 随便找一个代表都可以 好吧,我就找了另一个律师 转了去第二个代表 接收了一件案子,一来无打 那些律师费就有一半15万 就是我们餐厅负责的 你15万负责,一半 其实当时612介绍的律师给你们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15万一个 一个人就介绍一个认罪的律师给他 就收费15万 也都不会提供任何支援给他们的 金钱上的支援 你看到15万这么贵 所以就自己帮他找那个律师 最后就两个律师 然后问了一个律师 就是一个律师打两个人 就只是15万 但是就是人家说是8行 但是是不是都会是认罪,不认罪的 不认罪的 就是612那边就叫 叫认罪 就是给一个律师叫他认罪 不如我们讲一下现在的门会的情况 他是判了去入监的 对了,判了去那些更新中心 哇,那你可不可以说哪一单案件 反正现在的案件已经完了 就是较早前在上个月27号 团圆法院判的东屋台库 哦,就是东屋台库的那单 原来就是 其中案件里面有四个人 就是有两个较小的小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在我这里上班 方便开名 不,现在判了 不需要啦,不需要啦 大家都应该知道 其中一个小妹妹啦 其中一个小妹妹啦 另外那个男子就是 她同行的朋友兼男朋友 哦,就是男朋友来的 就是男生的朋友啦 嗯 以我所知他们当日就是 跳舞而已 跳舞? 对了 只是两个人跳舞嘛 在父亲跳舞啦 对了,被人的非法集见 那我就 问过律师 最初说是怎么打呢 就是因为两个人 就是构成不非法集见的 还有他们跟现场的距离比较远 对了 还有他们那个 就是 在场有两班人 其中有一班人呢 就是搞事的 那和这两个人呢 都有一件距离的 那当日法官就说 大家都有听到就是说 把我两名小朋友 就放在这一堆人的 同一个说法啦 嗯 大家都清楚 其实也很主观的 对了 就是 我们 当然想 帮小妹妹上诉 那 我有再尝试问六一月 是 你先说说六一月才 帮忙上诉啦 他就回复了我 由于 什么落步有些问题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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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再接受啦 对了 嗯 那我听到我都 明白的 最初都以为 可能他手头上有太多案子啦 那 我自己 都有一部分 资助要申请 那 可能他自己手头上的返造基金 就是可能有限 那 好啦 那我就 我认识自己用另一个方法啦 那 上诉的 我们都可以 是啊 因为都未开始了 现在都要等妹妹去作决定的 嗯 那 说回我和她的六一月 为什么会 今天要找你们帮忙啦 是 有什么想说啦 有什么想说啦 我其实想好想问他们 不断叫我们香港人捐钱 你说帮我们的政治 就是政治法律 就是反送送的运动 一直都是这个旗号啦 那 到最后 我是现在 我是申请 资源那个 你就 到最后都是 没有资源的 但是你就问我们香港人 对上个个月都还在申请这个 捐钱 是啊 还在筹款 筹款 就是宣布解散的时候 都还说要筹款 解散钱 你都还在筹款 但是筹钱 就不是用来帮我们的 我都已经是 几个月前开始申请了 闻回长细一点 对了 讲一件事出来 其实你帮了这个小妹妹 给了这个 就是你帮她给了这个律师费 对了 到最后 你就跟六一月申请了 看有没有资助 给你 叫做 换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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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 是有什么反应的呢 六一二 他开头 就说 我接头申请的了 就跟我说 那不如等件案件 打完完 我就一次个 批回一些 批款给你 我会告诉你 是怎样批的 一直都是whatsapp 跟他说的 对了 一直都是whatsapp 大家可以拿个记录来看看 我们由六月二十二号第一次接触 接着我也有介绍 我是餐厅JP Kitchen的老板 这个一开始接触是六月二十二号 六月二十二号 接着我就跟他电话联络过 就说了件事 接着我就说 不如你直接联络律师楼 要什么文件 是 我就叫律师楼 全部传给他 是 看他怎样回复 接着 这里 就是 那两个事主的律师楼 你介意不介意 看他刚才那段录音 他怎样回复你 就是刚才 就是他说 你给了很多资料 然后他怎样回复你 Jerry 我跟了你朋友 龙哥都有谈过的了 因为早期都已经给了大部分 钱 那不如呢 你可不可以 传给你那张单 我们 那 之后呢 就 就是 按回我们的支援水平 给你钱 那 你给我 你可不可以 即是 你 你可不可以 你 先订一张单 给我 看看是 是怎样的样子 因为你又有点不同的 即是 因为你们是预线不肥的 是的 其实他也问过你拿单 表面上都打算交张单给他 他都会有支援 但最重要的证据 这是单 你拍一张单给他 然后 接下来 你这样的单单 这样的单单 转了 对了 这张是 送给612的单单 接下来 之后 我们真的上庭 7月底的那些 那我们那个做法 即是 就着一些 即未开始的那些 就会 即是 先是会给半日线的 那你完整 因为有些呢 就是说 就是排期 排一日 这样 但是turn out 就是可能只上庭 上半日的 那我们就会按实际上 是 即是 过了 即是上了几月 即是 全 半日 你是未前的 那 所以呢 我现在就会 即是 先给了 即是 你 1月19号那个 还有 如果20 21 22 23 那些日 就会是 都是给半日 那 我会计算数给你的 那即是 其实这个 这个 那算是 叫做 他都答应了 说会给你钱了 这样 那其实最好笑 就是计算 一直说 计算数给我 那他说计算数的时候 就是几时几号 那 说的 这段 这段 络阴系 你先看吧 他上面有日期 即是 7月2号 7月2号 对了 7月2号的事 接着他说 计算数给我看的 其实我一直有问他 这条数是怎么计算的 可不可以让我计算 因为我看 7月底就已经是上庭的了 会不会是 不如等 因为我们如果是 高速账战士先给呢 我们就不会给全局 给半日先 那你最后呢 那你最后呢 那我们再给第二天才 就麻烦 不如就是 即都是一直拖着你 他就拖着你 上了庭才再给吧 即是知道确实是 即是你的理解 多好几多日了 那我们就继续 你不用播他那些了 好啦 OK OK 好好好 太沉悶了 说来说来都是那些东西 接着又很好笑的 到最后呢 他就问回 我两个事主叫什么名字 是吗 看看 接着我就说 这里有写的 整张单上面有写的 所有东西都 是 是 然后去到 林 之后再 一路都是拖着你的 一路的对话都是 那去到什么时候 他确实实了是不会给你呢 早几天 早几天 是 接着又一路问 又拿一张单 又要我拿 问我拿一些 他要我给每一堂的律师费入数字 是 即是有单 其实需要你入数字呢 不是 就是入单的证明 哦 即是你给钱的 他们是这样的 律师费入数字 15万 你要说这15万是怎么用的 嗯 这一堂用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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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律师流一定有相应的问题 是啊 律师流一定有相应的问题 那我个律师流的朋友 当时就知道他要所有的东西 就给他了 知道他想要什么 是啊 到最后 那绿师流呢 就 可以继续说 有个录音呢 给我的 好的 那我去找回我朋友的那段对话 那之后 因为612要求一些文件 那你就跟你的律师朋友 叫他去给些文件 612 那他怎么回复你啊 你的朋友 我朋友就回复了 612那些文件 单的那些 我早就给了他了 不过 他要我改的东西 他要我改的那些 想听的那些 长进时间 那样东西呢 我今个星期会给到他 肯定给到他 上数那里要多少钱 我想你不要想上数 先看了个盘 好大家听到啦 即612 不理解 律师都是交齊了文件 总之其实612要求的事情 他都做完了 是的 嗯 到最后612呢 就在早两天 什么时候判的 27号 上个月27号判的 到刚刚的时间 是的 判了 接着就 今个星期 是 即早两天 嗯 我就再 传个信息 不是 星期一问他 想问一下 我几年收到支票呢 他完全没有理我 没回复啊 信息 他是答应过你说 会入账给你 是的 他问了我 我的户口号 然后一至两星期 我的户口号要查 是的 我们都帮你搞 放心 这些要查 行了 没问题 全饼那些 不是真的 你还有一些呢 我记得之前你说 他有一段信息给你 是说 什么什么多少钱那里呢 他就答应了我申请三万九 那里 你那七万五元里面 他就说会给你三万九千元 对 那这里是612这样说的 是的 那我就说已经通知了 我和事主的妈妈 就是被告人的妈妈 就可以直接开张票给我的 连价钱都开了给你了 开了 我已经知道了 那我问你拿个户口 拿户口 在8月28 27号 给他了户口 拿了 那些资料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等 然后他就 跟我说一至两星期 又给你支票 对了 然后就开支票 一直都找他 很难找他 联络不了的 信息不符 不应 直到星期二 他就 我透过某些朋友的 即是 去交涉找他 联络了 他就 立刻回了我的信息 不好意思 他刚才在忙 所以就 转头打给我的 那时是晚上的7点 即都说转头打给你了 那他转头 就去到11点06分 就传了一个信息 就说不支援 就 他都没有直接打来跟你说 他只是给个信息 你们自己看 你好了 抱歉 以下的信息 你自己通知你了 那他就 大家可以慢慢看 那我就 他就说了 那是一大量的东西 就是没有钱给了 最后都是支援不了你 最后都是没有钱给的 是的 那是怎样呢 我不太明白 开庭又是走 那现在又没有 那我就 有通知他 希望他 出席这个记者会 解释一下 为何我们香港人捐的钱 他是答应过 我说好的 他有个电话都好 我出来对策 之后一直都是 又是完 你打电话 你是通过电话 你是通过电话 之后就 因为他说不批准 你就有机会 跟他通到电话 其实我怎样跟他通到电话 就是因为我传了 这个信息给他 大家看看 下午的11点24分 这个信息 接着他看完 我会开记者会 接着他就立即打给我 大家可以看WhatsApp 就是他看到你这样说 他就立即打给你了 就立即打给你 WhatsApp来电 星期二 就是证明他有看信息 他有的 就 刚才24分的信息 大家 现在这个是11点30分 他看完信息 就打电话 刚才我去了厕所 所以就听不到你的电话 是 你要按一下 他的WhatsApp 头上给我们看 不然也免得让我们做 做的 这个电话 这个 这个 刚刚这个 612的电话 可以 那么 我 11点24分 他就想一下 去吩咐我 那什么电话当中 你们说了 我就说 那你不如跟我出来 对一下 记者在面前 说一下 那些钱 去了哪里 你骗了我来香港人 这么多捐款 其实你想说的问题 都不是就你这件事 对 你觉得 那为什么 都不批给手组呢 其实那些钱又去了哪里 过去呢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有很多手组呢 由 上年6月1日后开始的政治案 就是整年前的 对了 不得到全数之助的 有些还是 比较小的 小过年纪那些 他们不懂法律的东西 嗯 也都没什么允制能力 没什么允制能力 他们叫你认罪 最好笑的认罪 是叫你给钱的 其实你的妹妹也很夸张的 15万认罪 15万律师费 不用那么多人 只是认罪一堂 对了 打都打这么多堂 我现在打了8堂 才要15万 中计两个人 这个律师费都很天文数字 其实都 那个律师费的收费定义 其实是点的 嗯 你们说到你这么人道 是不是 人道支援 是不是 但是就 你们收的价钱是 天教 是 是 去到最后 还要投钱 对了 去到临解散的时候 临解散的时候 还不停叫我们 香港人捐钱 因为要帮一些 个案 清清一下 要帮一些 要帮之前的案件 就是一步 follow up的案件 很多人受到要支援的 那你对保安局局长 好像很负责任 你对保安局局长 邓炳强说 612 最后想做一笔流油水 是什么 有什么见解呢 我们是丁强说的 我们是局长说的 我 看完这宗新闻 突然觉得 啊 虽然这个 这个人 看东西都 挺通透的 哎呀 邓Sir 我们赞你啊 其实因为 讲回一些背景 其实你都觉得 612最初 初期的时候 真的有帮到 那些手足 但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形象做出来 就不断有人捐钱给他了 之后 就是他开始做 都很好的 都骗死了我们香港人了 因为真的做出来 给人听 因为真的做出来 但是好像有些小朋友小的 小案件那些 没有什么人会留意到的 就好像刚刚我所说 我来过 在这儿上班的小朋友 叫应聚给十几万 不明白 为什么还要捐钱给他 真的 就是 其实那些律师法 还要是这么贵 都不是合理的数字 你不帮都不要紧 都还要不合理的数字 不合理的数字 那小妹妹 会怎么给呢 就是 就是 其实不止一个 我依我所知 很多 就是 可能我这部影片 出了街之后 大家看片下 有很多回应 很多人出来说 我都是这样的 我都要 自己给钱打 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说 他真的曾经帮过某些人 会出来支持 也有两面的见解 就是 我们会知道 我当初你真的帮 我都信 我曾经都捐钱 我老闆Tony和Johnny都有捐 Sorry Tony渣 和John Connor都有捐的 都捐过的 我老闆 这儿 继续 其实我相信 捐钱过他的人 都是因为 你觉得 就是因为你会帮到小朋友 所以就会捐 很值得捐 但是到最后 当我们自己 发生了事的时候 找你去寻求支援的时候 竟然得到一个 这么好笑的答案 就是诚信的问题 第一 其实他一直都说了 三万九千元 你支援不完 都不要紧了 他都答应了 三万九千元 但其实一直拖着你 所以最后 就是要收钱 你是有问题 你答应了 我还要支援的 是的 而且你仍然是有收捐 我们拍片的现在 六一二还有七百多万 这个数字在哪里 这个数字是我刚刚看六一二官网的 OK 就是你有这么多钱 那我其实 靠早前已经申请了 我相信我都应该是 他在六一二未出事 未说解散之前 已经申请了 是的 我应该是受支援的其中一份子 但是你复了我 是我不受支援的 因为他一直都在解散的时候 都声称 要囚二千万 是想要帮回一些 follow up的个案 那现在 其实你就是那些个案 你没有得到支援的 其中是个案不受支援 而我敢开声 可能有很多 都会 可能会觉得 他真的搞不定 误会了 又被骗了 都会的 敢不敢出声 拍一拍 看是否拍了 哦 截至昨天 基金结如为 744 7444 731 744万 是拍清楚 讲回 刚才你说 去到最后 你都约到六一二 即是六一二打电话给你 他就说约你 那他怎么说的 他就在电话上跟我说 WhatsApp 对话说 我明天过来跟你说 即是他知道你这里的地址 他就说会派人过来跟你谈 对责 讲完之后就收了一遍 那我就再看个讯息 就跟他说 我都叫了记者联络你 我都希望你出席 而杰仔也是联络过的 我用过神秘电话联络过 是的 说明了是记者的 接着就联络了六一二 当然是没有得到回复的 好了 最后你对现在六一二的这样的事 你有什么感想 感想 失望 声称支援我们的政治 即是反送中 即是反送中 牵涉到政治案的人 的帮助 说过而已 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呢 大约叫我们给钱 对你是否失望 不懂得说啊 很想说粗口 不明白 也都欢迎有其他 如果在这段时间 受得不到援助的 个案 你可以联络一下 联络一下 联络一下我们 因为其实现在暂时来说 我们觉得六一二表面 他就 筹钱 又说会继续帮回那些个案 但谁知道 其实个案的人 就收不到钱的 嗯 其实如果你有其他个案 有其他个案的人 想 可以向我们报料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Facebook找我 我会看Facebook的讯息 找联络方法去找你们 即是集结一下多一点的个案 那就更加有力了 你不要觉得我一个人说 是的 只有你一个个案而已 讲来讲去好像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其他个案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联络我们 去再说一说 好了 对于现在六一二 现在真正的收皮了 那现在你又怎么看 哇 先把钱拿出来 自己都交代去了哪 交代了钱 是啊 对啊 你收皮说一件事 你收皮之前 麻烦你说你的钱去哪 好 香港那么多人捐钱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最重要是交代清楚 这些钱去哪 明白 对不对 很重要的 好啊 好多谢今天你 要勇敢说出来 好 好 那我们都和长佳莹 都介绍一下他的餐厅 是的 其实现在是一个西餐厅 是的 这是一些高质素的西餐 而且价钱都相对是比较便宜的 就是很值得的 是的 都是位于大角咀的一间黄店 最尾我们会打他的地址出来的 是的 他这些其实有做午市和晚市的 都是西餐 而且价钱都很值得的 而且是有质素的西餐 主要都是吃意粉 是的 我们拍摄一下环境 是的 餐厅虽然是小小小的 座位都不是说很多的 但是呢 我和杰仔都刚才吃了他两个意粉 是的 稍后我会给大家一些图 给大家看一下意粉的买相 还有给一些评价 是的 其实真的不错的 价钱又 很公道的 这个价钱 80元的意粉 是的 是的 你出去吃碟 碟头饭 都需要五十元 是的 是的 都是良心店 我们刚刚看了一句 他真的有帮小朋友 付了八万元 为什么 开始说十五万 八万呢 因为另外一边 有卡组 是的 因为当时在这里做的小朋友 其实同案有两个人 另外一位 他在家就能负担 给了一半 另外一位 在他这里做的小朋友 就不能负担 他就帮了他 给一些不律师费 是的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他 好不好 是的 懲罚一下他 是的 好 那多谢大家 今天就这么多了 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 有辅助或者Facebook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联络我们 拜拜